欢迎您收看《头发奇想》 我是安又齐 为了因应亲民廉价 人群因应动可能引爆的社区感染 所以卫福部长陈时中呢 就提前宣布了一个防疫社交的安全距离 那现在只是第一阶段 让大家来练习的 可是部长陈时中呢 不会言得说 如果将来进入了第二阶段 那就可能要考虑开拔了 那什么叫第二阶段呢 就是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要关闭 有可能进入类似封城这样的状态吗 可是当然这个措施 一届的权威 李斌颖医师呢 他也有不同的看法 他觉得为什么 这个台湾要学那些不戴口罩的外国人 来进行这样的措施 来惩罚国人呢 因为在国内呢 这个社区感染并没有失控啊 可是呢 这个大家当然这个很担心 台湾真的会进入这个疫情的 这个第二阶段吗 那像美国 美国的这个疫情呢 我们看到一直不停的爆发到现在 还没有到达高峰期 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州呢 现在呢 要急着下订单 下什么订单呢 冷冻车的订单 为了要家运遗体 而且呢 美国现在疫情的曲线 看起来呢 跟当时的这个意大利呢 是十分类似的 那更值得注意的是呢 很多人都觉得说 美国的国力应该足以因应 可是美国的医学专家却警告 美国未来 在疫情方面的死亡人数 可能高达160万人 甚至有可能来到200万人 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像美军现在为了担心影响军心士气 所以是拒绝公布美军的确诊人数的 这又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可是当大家都对疫情 这么紧张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却在这个时候对外表示 中国绝对不会爆发第二波的疫情 真的有可能吗 中国的话可以相信吗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人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培芬 大家好 民进男力委陈廷飞 大家好 嘉义科医师 陈欣梅医师 大家好 武党集台卫师 议员中小平 大家好 财经专家徐清皇 又是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清明廉价 其实在这个指挥中心都很担心 这个人群移动 万一带来这个严重的社区感染 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来看 因为就17年前 大家还记得吗 SARS的这一场大灾难 当时造成了364人确诊 73人死亡 现在我们这个确诊人数其实差不多 当然死亡已经降低了这个很多 当时的恐怖经验也让中山医学院的儿童急诊科的主任 谢中学 他又特别提到了17年前SARS的时候 他的防疫崩溃还有和平医院风月 就是在四月份的清明节过后 也就是我们假放完以后 但是也不要讲这么远 我们只要往前看这个228的廉价才发生不久 大家还记得吗 228廉价之后呢 大概一两个礼拜呢 又爆发了这一波疫情 为什么呢 就是怕是人潮的聚集跟流动了 尤其228廉价的时候 当时呢还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境外移入的确诊 所以这次清明廉价的险峻多了 而且医师提醒 这个清明廉价过了以后 还不是这个一开始就会发生 也是要等到一两个礼拜之后呢 你才会知道 如果这个移动 真的有造成什么样的感染的话 会有多么的严重 所以为了全面的防疫看到 这个大众运输系统4月1号开始了 台铁高铁国道客运都要强制量体温戴口罩 不配合的话呢就要开罚 像这个新北的这个细科车站 因为派元梁这个额温 这个排队的人太多了 所以现场还一度的这个爆发冲突 另外呢国光客运还加装了透明的这个隔壁 还特别引进了食品型的二氧化率来物化 消毒那个整个车舱 而且里面呢 一次只能够做20个人 那部长呢 说这个社交距离第一阶段是柔庆劝说 建议呢要避免进到近距离的娱乐场所 比方说像夜店等等了 可是呢这个部长也不排除可能进入第二阶段 那就要强制处分了 什么叫第二阶段呢 就是除了维生必要的活动之外 其他通通要禁止 特别是娱乐活动 那几乎都要等同于封城了 所以这个也让大家就有点紧张 那部长也讲 室内保持1.5公尺的距离 室外要保持一公尺 没有办法隔开的话呢就要戴口罩 像餐厅没有办法戴口罩 那就要设置隔屏 唱歌的话呢那就请戴口罩唱歌 然后台大公卫院呢 怎么讲 他从研究发现 如果没有维持社交距离的话 一个月是可以传染400人的 那如果距离一公尺以上的话 就可以减少75%的这个传染几率 一个月呢 就可以从400人变成只传染给两个人 那可是台大感染科的这个医师也是权威 李宾毅医师呢 则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台湾没有失控的社区感染 为什么要学不太口罩的外国人 对距离的规定呢 他认为政府呢 最好能够去所有人家里头 查核家人有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其实他不是在酸 而是因为呢 国内目前为止呢 境外移入的 还有这个家庭群聚传染的 其实是占我们的大多数 所以李宾毅医师呢 认为重点应该是在这里 可是呢 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是希望为了台湾的防疫 因为我们来看看 住在台湾的外国人 他们都觉得很幸福 苏贞昌院长 你到底是哪一国的行政院长 全民一心都在防疫的期间 苏院长特意的挑起这个 统图战火 齐心可意 防疫期间 好好防疫 苏贞昌院长 请向立法院道歉 防疫高前 操控统图 书回照见 还是问一下这个学委啦 其实这个礼拜 自从我们这个封关 然后欧美的这个反国潮之后 已经过了关键的两个礼拜了 可是现在看起来呢 我们现在这个 为什么会发布这样的一些措施 是不是让大家感觉到 有一股风雨欲来的感觉 还是这个清明假期的这个廉价 这个人群的移动太可怕 其实台湾今天有这个防疫的工作 的那个成效成果 全世界大家都看得到 其实这是很多年来 我们的经验累积 人家说三个凋皮五个凸骨 我们从小就打好基础 那打好基础从什么时候开始 SARS 你知道吗 SARS是我一直在跟人家强调说 SARS是我在新闻界工作的时候 最后一亿你知道 因为SARS当年 你知道大家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传染病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当初那个专家 为什么会提出来说 SARS就是在清明节前后 因为那时候放春假 大家根本不知道嘛 大家出去玩了之后 怎么回来之后 慢慢很多就医的 那个医疗院所里面 出现很多肺炎的感染者 才知道原来有这个疾病在台湾 已经开始慢慢在传染 而且是扩大传染你知道吗 所以那时候和平风院 大家走到要死 知道的很吃辣的你知道吗 而且那时候那一年 我刚好要结婚你知道 办喜宴你知道 后来我还是硬着头皮办喜宴 因为那时候 已经疫情缓和下了 那可是你对照现在 那你现在这个武汉肺炎这个风暴的话 我们一波一关接一关 刚开始是春节假期 刚开始发生的 在中国大陆开始发生的时候 就是春节嘛 那时候春运很多人在史上 那个人口最多的移动的活动 你看大陆为什么 那个一发不可收拾 那接下来好春节假期过了之后 台湾是因为了解中国大陆 我们把它封锁 对挡住了对不对 那接下来228年假 前一阵子我们不是讲说 欧美回来的吗 对 几乎 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 每天防疫中心公布的 都是境外移入嘛 那境外移入这些人进来 我们防控也把他守住了 对 只是最怕的就是有一些人 进来之后还在趴趴走 真的抓到要共识那种 对 你那个趴趴走说知道 幸好我们很多人的检疫工作 什么都已经到位啊 像之前有那个什么 出国旅行团的 对我们就是因为有疫调 很清楚的就把感染源找出来 源头在哪里找出来 包括法国也是也是因为 我们的疫调之后通知法国之后 法国也阻断了另外一个 那个导游的一个团的那个 感染源嘛 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 我们有这种疫调有这种活动的话 那接下来 这些人我常常讲说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人 不明的地雷啊 现在是潜藏在我们的那个社区里面 那你如果个别爆发 那也就算了 你一出现对不对 就像最近很多的那个 那个确诊者 他就是之前有接触史 有什么东西 那我们都在掌控之中 那可是在这些地雷 就在这一段清明假期 这段时间 你看这么多人到处去旅游 到处去干什么 尤其是墾丁啊南部啊 那个订防率八成九成 那看了胆战心惊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这一波下来之后 这么多人在台湾各地 这样移动的话 会不会去引爆这些地雷 我刚才讲的伸藏这些地雷 会不会被引爆出来 不知道 所以接下来的两个礼拜 大家赔皮比较硬的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要相信我们的防防疫中心 因为他很多事情他都有掌控 可是接下来的你看 他为什么告诉你说 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 这个社交距离 他这样提前告诉你 我们之前一直讲说 超前部署超前部署 就告诉你说这个可能会发生的危机 可能下一波爆发的 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 清明廉价这个之后的活动 让他引爆出来 所以我接下来告诉你说 哎你要先有心理准备啊 你看很多国家 包括什么什么意大利西班牙 包括美国好纽约你看 他们当开始的时候 就是因为掉以轻心嘛 那我也是觉得 我有一个恐惧 有一个担忧也是 因为台湾现在很多人觉得说 我们的防疫做得很好 我们天天都在告诉人家说 全世界都看得到台湾 对看得到台湾之后 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很大的支持之后 很多人已经开始在松懈了 你不觉得吗 所以赶快叫你皮绷紧啊 所以在告诉你说 提前超前部署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说 你现在就要养成这种习惯 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 那我们之前我们很多 我们台湾人习惯戴口罩 那现在我们没有那个 保持那个社交距离啊 就像很多朋友最近也常常跟我讲说 包括他们那个传统市场 他去传统市场买东西 那很多人还没戴口罩 可是你说你在找钱啊 付钱那个熟食摆在那边的话 那也是很恐怖的啊 那也有可能是感染源啊 所以就跟你讲说 现在在超前部署 告诉你说不要去夜店 不要去人口聚集的地方 对 那就是告诉你说 你现在就要养成这种习惯 那立平宜医师讲说 可能说可能会造成什么 台湾的恐慌惩罚国人 他或许有他的考量 整个他的说法 因为他觉得说台湾在疫情 现在控制的还蛮不错的 那可是防疫中心 为什么也会提出这种超前部署 就是说让你怕啦 你们要怕也好啦 对不对 有怕就好了 有时候很多事情 就是你要有心理有警觉嘛 所以就跟你讲 我有几个例子 包括那个西雅图 有没有 美国西雅图市是最早爆发 那种疫情的 你知道美国前50例死亡的话 有37例就是西雅图耶 在1月21号前后那个时候 那你会发现他们刚开始 他们的感染率 一个人是平均感染2.7个人 可是到现在为止的话 他们已经下降到每一个人 只感染到1.4个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疫情爆发的时候 他们做了很多事情 他们告诉你居家令 就是说我办封锁 你居在家里面 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 你就留在家里面 不要到处出来发发走 而且他最早是实施社交距离 西雅图是最早实施社交距离 而且他告诉你说 你所有250人以上的大型活动 全部都延后或停止 而且他也要求说 你员工在家里工作 那学校可以的话 你要不要自主关闭 先关一阵子的话 为什么 因为那个市长杜尔坎 他就是相信科学 因为他觉得说所有的行动 所有的那个政令 都是依照科学研究科学数据告诉你 那现在我们的防疫中心 为什么台湾现在疫情做得很好 除了说我们疫情单位 你看我们的疫情单位 跟所有世界各国比较起来的话 你有没有看到防疫中心那些人 从那个那个 那个部长陈时中开始坐下来 钟仁祥或者张尚淳那些人 全部做成一排座 你国人就觉得安心啊 因为我们今天在 在领导这个整个防疫措施的话 全部都是专家 都是医疗公卫端家嘛 那外国呢 外国出来的全部都是政客啊 像英国你说你这么强的一个国家 那个江省 一开始还跟你博系的那个防疫工作 对不对 真的 对啊 说不怕死啊 包括连WHO那个 卫虎座仓的那种单位 到现在还告诉你说 确诊者来要戴口罩 我们不是讲过很多遍了吗 口罩就是有办法保护你自己 也保护别人嘛 那你怎么一个WHO全世界公卫的领导的组织 竟然到目前为止告诉你说 确诊者才要戴口罩 你说这种单位你会戴死了吗 现在还在睁眼说什么 对不对 那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台湾现在就是疫调 我就一直跟你讲说我们有那个能力 还有那个实力 有办法去做疫调 那我们当然现在输出的很多就是我们的防疫经验啊 防疫物资啊 甚至说现在大家讲说那个奎宁有效嘛 对那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工卫做得很好 专门在消除瘧疾 所以我们做奎宁还有剩下能力有在那边嘛 所以我们现在输出奎宁啊 对那包括甚至说我们输出口罩 把那个口罩捐给世界上 叫紧急国家的医疗人员需要用的 那我们再对到中国大陆好了 中国大陆我真的感觉这国家很夭壽的 你看他从3月26号开始 西班牙买了9000多的那个快筛有没有 9000多的快筛 出错率70% 西班牙现在把你退货退出去 那3月28号荷蘭买了130万的口罩 对 60万没用的啊 对不对 装饰品啊 我就跟你说你来给他买服啊 我买装饰品 比你的口罩更好看 还有那个3月27号土耳其不是买了快筛四季 准确度30到35 这是要摔什么 对不对 我就跟你说你来拔杯就好了 怎么就去摔摔 还有菲律宾 所以28号买了10万计的那个快筛四季 不到适程的准确度 那个菲律宾的个性就 他就很价值 他就干脆就把你这个全部丢掉 我连退我都不要退你 我钱也不付了 退你还有运费 退回去还有运费 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讲 而且现在又开始发发现说 东莞有一间那个电子公司 专门在做额温枪的 车温剂的 打开里面 那个里面就是空的你知道吗 里面是空的 问题是他还能够测出温度 你看的 怎么这么厉害啊 他告诉你后来 还知道说 对啊 没有他们那个老板后来 还自己在脸书上 跟那个朋友在 不是脸书上 在那个耐里面群组在一起 他就说 他就是要做这个 让美国人测不准 你怎么按就是36.5度 永远都是36.5度 这很夸张耶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说 你看这有夭壮吗 他卖这种东西 他就是说 后来人家讲说 你怎么做这件事情 他就跟你讲说 我是出于爱国情操 对 你什么爱国情操 你以前没有爱国的话 黑心商品也卖不少啊 对啊 害人命的快来爱国情操 对啊 那个东莞有一间 那个电子公司 专门在做额温枪的 測温剂的 对 打开里面 那个里面就是空的 你知道吗 里面是空的 问题是他还能够测出温度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告诉你后来来知道说 很强耶 对啊 没有他们那个老板 后来来自己在脸书上 跟那个朋友在 不是脸书 在那个耐里面群组再寫 他就说 他就是要做这个 让美国人测不准 你怎么按就是36.5度 永远都是36.5度 这很夸张耶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说 你看这有夭壮吗 他卖这种东西啊 他就是说 后来人家讲说 你怎么做这种事情 他就跟你讲说 我是出于爱国情操啊 对 你什么爱国情操 你以前没有爱国的话 黑心商品也卖不少啊 对啊 害人命的爱国情操 而且我跟你讲说 现在他们除了这些之外 现在网路上 也po了很多的画面 他其实早在二月间的时候 那时候疫情才刚爆发而已 他们就已经全世界有计划的 在采购收购东西了 你看一个那个 中国大妈 在美国收了好几卡车的 那个口罩 对啊 之前不是日本有什么旅游团 从北海道买到那个流球 有没有 买到冲绳 整日本的口罩给你买了了 所以美国我就跟你讲说 美国齁 你竟然会有海到那岔嘛 对 其实我也讲过啊 对不对 老美应该要学 中国大陆有一句话 对 杀我老美者 虽远必诛 对不对 你应该讨回公道嘛 你现在死的人 比旧牙更多了 旧牙那个时候 你为了要杀兵拉登 你看搞了几年 就是要把賓拉登给干掉 那你现在中国大陆 你现在美国 现在白宫 他们现在预估 死亡人数是大概24万 24万是911事件 将近十倍的死亡人数 十几倍的 所以你觉得你现在 有可能会那个嘛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中国大陆真的 不要再用这种方式 一直在告诉人家说 你今天 我一直在强调说 你今天撒旦 怎么变成救世主 他们脸皮真的很厚 对啊 不要脸到处去讲什么 你看他们 现在又在讲武汉肺炎 不能用武汉肺炎这个字 武汉肺炎当初是去年 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 我之前就讲过 新华社自己讲的嘛 武汉不明肺炎嘛 对 对 是你新华社自己讲的 你现在要想要抹去 没关系啦 不用抹 这种事情 大家都有记录 对 都一定会留下来 你现在甩锅也没有用 你以为说 你把武汉肺炎给去掉之后 大家就不会追究你责任吗 那不可能啦 不过我也希望呼吁台湾 我刚才就跟钟小平在聊天 我说难怪钟小平 没有办法回国民党 对 因为国民党 你今天就要开始 为非唱和 要跟中国大陆唱和 中国大陆大外宣讲什么 对不对 不能将武汉肺炎 你就说什么 这是歧视 这是什么 你要配合中国大陆的 而且那个夹到手 会伤到脑的那个也是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我就跟你讲啊 现在很明显 台湾的防疫 全世界看得到 就告诉你说 中国大陆跟台湾 是两个不互 不互相隶属的政治实体 对 那否则我们的工会做这么好 你们为什么会做这么烂 对不对 所以以后不要再跟人家 在世界讲说一个中国 台湾跟你不一样 是一个中国 所以你也不用 擦脂抹粉 所以他的现在最大用意 就是要把台湾的防疫 给搞垮 那我希望说全国同胞 现在真的 在清明假期这段时间 拜託 那可以出来待着 多享受一下 家庭的亲情伦理 不用去外面到处趴趴走 对不过问一下这个小萍 现在推行社交安全距离 其实坦白讲 台湾防疫做得好 人民已经很配合了 可是这个真的是有自然难行的地方吗 然后另外张忠谋 其实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也特别提到了 这一次疫情过了之后 恐怕所有的一些 什么生活的那种习惯 可能都会改变 那他特别提到了 像这一次的疫情过后 他说这次的这个疫情 就像一场战争一样 虽然台湾防疫 到目前为止还不错 可是呢 现在实施了几个措施 受到最大影响 可能是餐饮业 甚至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 将来可能他的生活都改变了 那餐饮业呢 如果政府不好好应对的话 恐怕将来只剩下 大型的连锁餐厅了 你怎么看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一公尺半跟一公尺 会碰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 台湾不是那种准威权国家 就像新加坡那样 新加坡你说他是民主国家也是 说他是威权也是很难定义 那他可以罚二十一万台币 台湾立法院敢修法通过罚 不要说二点一万台币就好了 如果违反一公尺之内 一公尺半之内 就是不管室内室外 这是第一个困难 就是立法非常难 只能用劝导 劝导没有用 没有罚则 你看人家罚十万到一百万 还不是罚罚造那些 居家隔离那些人 所以是不是要定调 然后这个就是政治问题了 这个也是 立法院 整理非委员 他们这些优秀委员修法 那就是天难万千难万难 到底要他们怎么修 这第一个概念 这个事情再跳回到 张忠摩讲说 那到底要不要 是不是一场战争 对餐厅这种 当然是啊 餐厅剩一层了 现在那餐厅旅游业 电影院 八大行业 所有人聚集的地方 通通都会出事 他讲的甚至 张忠武讲的不只是 只有餐厅 是这样子的类型的人聚集的地方 宗教 做礼拜 然后信耶稣 拿到线上信耶稣吗 那做礼拜一定要现场 信耶稣哪里都可以信仰 那才有味道 对不对 在家里也可以信耶稣 在家里信耶稣 也可以祷告好不好 所以基督徒想法 跟我们不一样 你电脑一部可以秀十字架 是是是 所以我说大大的冲击 但特别是餐厅 大大的冲击 我们的生活习惯 那怎么办 那怎么解决 就张忠武先知嘛 他先提出政府什么 一应的措施 那他说是一场战争 不只是我在 张忠武的话 我在接学委讲的话 我跟你讲 真的是战争 川普预估会死多少人 几十万以上吧 这是对不对 你知道整个二次大战 美军美军才死二十九万 他死的会超过二次大战 美军的死亡数目 很轻易的超过 好第二个 你知道德国 那个梅克尔说 这是二次大战以来 碰过最艰难的国家状况 从二次大战到现在七十年 经过了统一 经过了柏林围墙倒塌 等等经过了 这个金融大海啸 都是经过了 那个非洲的移民 他都收留 被骂得很惨 这些都是国家的艰难 都比不上这一次 这次的防疫 而且德国还不是最严重的 是西班牙意大利 特别严重 再来是英国 他都这么强的国家 都挡不住 可见这次疫情有多严重 大家全世界必须清晨团结 来渡过这个难关 然后呢 我就去讲扫墓的事 我给到去年做例子 以去年为例 到今天为止 扫墓 做扫墓公车 或去台北市 台北市去扫墓多少人 25万人多不多 多吧 25万人 好那今年 做扫墓公车 扫墓公车有几条线 南港线到南港军人公墓 墓榨线到福德银固塔 阳明山线的阳明山的银固塔等等 今年扫墓公车 大概只有去年的四成 扫墓的人 只有去到今天为止 就一成 大家还是怕 扫墓都 連扫墓都 呼吁是有用的 是 政府的呼吁的做法 你肯定要幫助 我们的国人的防疫 还是很强的 連扫墓都可以 暂时不去再看 或是分散 都不要期待这几天 找分散六日去 或平常 减个半天假 跟父母 这个长辈扫墓 所以我觉得 那接下来 我要讲的是 就是 我们一造的纾困里面 除了七千万的银行 公股银行 或是国家 或私人银行 国家 背书 那个钱以外 三千亿是扎扎实实用 公务本预算拿出来干 那我们支持这个预算 来纾困 那纾困的时候 重点一定要用在中小企业 以及第一线 没有线 因为餐厅没有现金 是支撑不下去的 他都靠收线 那刷凯也是 一个月以后 就收到钱了 所以我觉得政府 应该很 现在防疫 暂时控制住 苏仁昌要跳出来 因为他是行政院长 经济部长要跳出来 因为纾困这两个 还是主角 然后怎么样 让我们行业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我再讲 因为我们当议员 常见多试广 认识很多人 现在啊 你知道 现在多惨 就是大 暂时注销牌照 游览车 全世界的 台湾全世界的游览车 都在找空地 停游览车 大牌先卸下来 那暂时卸月 等到疫情过去 再装上牌 再 因为你卸下来 不用缴燃料税 什么牌照税 大家都苦不堪言 这些行业 我觉得应该多多 帮他们忙 大家来度过难关 可是这个 还是问一下这个新媒 因为刚才讲到说 这个比方说 大家共体时间 就是包括你要不要 保持这个距离 其实李秉毅医师的说法 当然他想说 我们又没有这个 失控的社区感染 那因为外国人不戴口罩 他要怎么做嘛 那我们台湾人 都那么会戴口罩 那干嘛要 还需要保持 那么远的距离 到底有没有道理 而且李秉毅医师是说 那既然戴了口罩 就可以防止飞沫传染了 可是指挥中心 想要做这样的呼吁 一定有他的道理 那你怎么看这个规定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还是会看说 这个病毒的传播速度 跟什么有关 其实两个步骤都是在减少 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的 这个病毒传播速度 它在一个学名叫R0值 所以包括说 我们的距离比较远的时候 因为你的飞沫不容易 传到对方这边去 所以它确实是个有效的方式 所以在国外 它名字叫social distance 就是说我跟你 保持一个社交距离 对 但是口罩跟洗手 这个东西其实它也是 可以去协助我们的R0值下降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考量点 只是在不同的立场中去考量 那你说是否有社区感染 其实我分享一个这个是 当时美国有一位华裔的医生 他在那边当住院医师 他就去分析说 这一次美国为什么大爆发的原因 这个是一个提醒 并不是说台湾现在这个阶段中 他把这个美国当时最初的时候 错过了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他把它称为空窗期 什么意思呢就是 在最初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CDC 给他们的一些筛检人员的建议是 他有没有旅游史 如果有旅游史 有相关接触史 那我们必须要做筛检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轻症的人 可能因为他是没有旅游史的 可是已经开始有潜伏的社区感染了 因为他的状态不像嘛 所以就没有给他检验 但是这些所谓轻症者 他又会回归到他的社区里头 继续去这个传染其他的人 所以等到他从 所谓的零星的 跟很少数的社区感染 到大型的社区感染 一个瞬间的事情 这个空窗期一过了 就变成现在我们美国看到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考量 可能都还是有包含非常多的层面 但我觉得如果你自身来讲的话 你就把这个概念放着 反正不管现在这个特殊阶段 我们不管我们现在是所谓的 少数的社区感染 或者是我们正在所谓的潜伏期 我觉得我们只要保持的高度警觉 一定是有加分的 因为最近你看这几天 我们爆发的几个这个确诊的案例里面 确实有几例 他是没有接触史 没有旅游史的 而且他是生活很单纯的 然后确诊的 然后不知道感染源 对 可现在有破口嘛 这指挥中心担心是这个吧 对对对 就是说其实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讲的 因为其实这个疾病 之讨厌的地方是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过去的流感 或者过去的一些 比较有名的这些病毒性的疾病 他们可能在你接触后的两三天 他开始会出现症状 但是这个病毒 他普遍来讲 五天内会发生症状 可是他最长是可以高达两周 所以他的那个时间太长了 变成说 我们如果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个 所谓的大型的社区感染 你回过头再去防这个线 其实有一点点难防 那我讲到那个口罩事件 其实前几天很有趣 那个唐凤 对 他在推特上他发了一篇影片 对 这个影片呢 他其实就弄到我们最早的时候 记不记得过年前的一段时间 大家就会说 可以拿口罩放进这个针锅里头 电锅里头针 他有几个稍微的不同点 我可以跟大家整理出三个点 就是唐凤这支影片的三大 稍微微微的不同 第一个干针 他有特别强调 因为其实过去我们在说弄电锅针 他会说里头放一点点的水 然后开始针 但是就有一些相关 这个口罩的业者就有说 其实因为在口罩的 跟口罩的中间有个静电层 对 它是一个帮我们吸附 所谓病毒的一个重要管道 所以如果你弄这个湿气 可能会让静电层被破坏 所以第一个重点是干针 第二个重点是时间 当时那个影片很有趣 唐凤他把这个口罩放进电锅里后 他拿了一个时钟 他说这个时钟 顺时钟转8分钟 那8分钟到底是不是真的8分钟 这个我觉得他可能有考量一些点 包括说口罩 如果你蒸太久 他的寿命问题 包括你的杀菌效果 但是我们讲一下温度好了 就是有一个指数 这个指数 其实在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 还不能完全确定 他拿的是过去的SARS的经验 SARS里好像发现 当我们在56度以上 超过30分钟 他的这个病毒是会被破坏掉的 所以换过头来 其实他们都是属于新型冠状病毒 也发现这次病毒很怕热 所以我们如果在一个高温的地方 让他持续时间非常的久 那他可能确实就有我们所谓的杀菌效果 所以他的建议是第一个干针 第二个是8分钟 那第三个建议是这样 他就说其实虽然我们都说 这个口罩去放在电锅针 可能又有效果 但是还是不建议这个口罩 反复使用太多次 所以你的时间寿命 就不是一直重复 因为现在其实台湾的口罩 还算是都还拿得到 所以大概平均的口罩 最多你做这样的一个循环动作 三到五次就可以停止了 比方保险就三次了 对不对 其实现在台湾 不有人说五次 对 现在不是已经有一个 新的政策上来是说 我们14天内 如果你有拿到可以拿到9片 所以如果你以9片来换算起来 我猜三次循环是已经非常非常足够 其实我会给大家一个小建议 就是你把它蒸完之后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在高温跟长时间里头 它可能就会把这个病毒给破坏掉了 所以你在做完这个举动后 你不妨倒一个水 然后让电锅真的去蒸 可能蒸过超过30分钟 那它在一个高温的环境里头 基本上这个电锅还是可以使用的 对 那我们刚刚讲到是回家后 我们从常常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露营 在露营的中间 我们要把口罩收起来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去收口罩 对啊 要不然它万一 你在收的时候也会被污染到 对 其实这个 这个动作我一直都很常在观察 大家比如说去餐厅 或是你在跟人家谈事情的时候 你口罩到底有怎么收 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买 这个就是我刚刚从我自己包包里 把我口罩拿出来的样子 我先讲一个很基础的 其实这件事情 我们很早以前就在呼吁 但是还是有一些民众会忽略 口罩有两个颜色 哪个颜色是干净面 哪个颜色朝外 绿色朝外 有颜色的朝外 所以你感染肺炎 比我多两倍的机会 我到现在很少戴口罩 对 真的 这个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 请你把有颜色的这一面朝外 那我们要怎么收口罩 其实 纯洁无瑕的白色对自己 你就这样记 对对对对 你把那个干净面 就是纯洁无瑕的对自己 没有错 那我们在哪 想说亏心事 白的面对自己 良心不安的 你每次都歪楼 好 我们在拿口罩的时候 你要先想象一件事情 其实大家如果真的不会 你就拿一些粉在家里 把你的手啊 你的脸喷着粉之后 你去做 你大概做一次 你就有概念病毒它的传播 假设我现在手上 是可能带着所谓的病毒 摸过我的桌子 我把口罩拿下来的时候 你有注意到 我们通常会抓这里 所以基本上 你是会碰到口罩的干净面的 所以我们通常 我们在拿口罩前 这口罩我待会不会用啦 所以我先这样放着 我们就会准备一个 像酒间的东西 你如果要省一点 你就喷指尖就可以了 喷指尖的指腹 因为指腹是等一下 会碰到的地方 那你喷完指腹之后 你拿完之后 我会建议大家 这个也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但是重复使用的 就是等于 它内部的接触面 要在干净面 所以我们一拿下来口罩之后 我会把它反折 折成白色在外 然后把它放进去之后 其实这个就可以是安全的 那你就是记得一致就好了 比如说假设有些人 他又忘记了 那你就记得 永远都是绿色在外 或是绿色在内 不要重复交替 因为假设你一次是绿色在外 放进去了 那等于里头可能有病毒喔 你下次反过来 变成白色的在里头 那病毒就直接中假了 那就无效 所以其实你就一致性的 弄同一个面向去 放进你的袋子里头 基本上你就可以 假设这个袋子可能是安全的 那你就不太需要担心这个口罩 是否还有任何一点点 我们说传播病毒的可能性 因为白色是对自己啦 如果是污染也是外面污染 所以当然白色的 对自己的折在里面 你下次再放在嘴巴上 也比较安心 对 大家记得这个就对了 大家记得这个小重点就可以了 就是准备一个夹链带这样 这样还真的不错 那问一下这个青黄 其实像这个安全距离啊 当然有些人觉得好难喔 可是你看像新加坡可以罚到21万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安全距离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只有台湾在讲 基本上我们看到 美国 新加坡 泰国 香港 其实很多国家 现在都在讲安全距离 而且安全距离是这些国家 除了政府讲之外 你看到很多知名的大企业 自己都跳进来 那我们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安全距离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只有台湾在讲 基本上我们看到 美国 新加坡 泰国 香港 其实很多国家 现在都在讲安全距离 而且安全距离 是这些国家 除了政府讲之外 你看到很多知名的大企业 自己都跳进来 那我们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知道连郭董的鸿海 富士康这个英文 他都要把它间距拉开 Foxcon要一个整个拉得很开 所以你会发现 他们现在真材上面贴上去 他们英文的Foxcon的字样 就已经是拉开来的 连字都要拉开 连字都要拉开 但很多大企业都这样做 那我们现在讲 就是说这些国家 在做的过程中 当然会遇到问题 可是他们还是坚持要做 因为这是人命交官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看到 新加坡是罚21万嘛 那在其他的国家 也是叫你要做 要不然要罚钱 所以你看在新加坡呢 我们看到这个座位 他都告诉你 你如果这个打个叉叉 你就是不能够做 你就必须要间隔开来 那如果是四个人的座位呢 他就会告诉你 要斜对角坐 这边两个就会打个叉叉 你就是不可以相对面去坐 然后呢 这些国家在执行的时候 我跟你讲最神奇的是哪里 我觉得落实的最彻底 其实是泰国 泰国 对泰国 而且泰国我们知道 泰国的佛教 泰国的佛教非常的盛行 你知道我在泰国看到什么呢 看到他们连和尚在脱坡的时候 都要保持安全距离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泰国的画面 像我们在看这个部分呢 你看 这个是在泰国的这个 在银行的地方 你看 在银行的地方喔 光是为了办事要遞资料 你看 下面就是有贴条安全距离 上面你就是要沿着这个东西 把你的资料遞过去 很像在跳舞 所以你的柔软 所以你柔软度要很好 要不然腰会闪到 你要平衡感很好 平衡感要很好 没有 现在人家用一个渔网 还有渔网 有 你看这个像这个是公车上面 你有没有看到 旁边座位一个一个打一个叉 就告诉你 那边就只能做一个 你必须要隔开来 公车上要照做 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 泰国僧侣怎么样这个拖坡 来你看 这个要把香油钱呢 要交给这个和尚的方式呢 你就必须要顺着这个 递到他拨里面去 请保持安全距离 再进行化缘 好不好 然后人家看 这个是 就是刚刚那个佩芬姐 提到的渔网 你到泰国的政府单位呢 如果你的腰 没办法这么弄Q 身高又不够高 那你就是 请他递个渔网给你 然后你把这些东西 放到渔网里面 再交给这个办事员 由他帮你完成 那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 可是刚刚医生讲 手上也可能有病毒 你放到渔网 你还不是也可能有病毒 他可能要喷一喷酒精消毒 然后你知道泰国 现在有人不敢坐计程车 但他们现在流行 坐另外一种车 坐什么车 这个车呢 是用摩托车的形式在载 然后我看了会觉得 这个很像情侣在吵架 什么意思呢 你看这个照片就知道了 你看这个照片 就是他们现在另外一种 类型的计程车模式 就是前后保持距离 拉得比较长的机车 让你中间可以保持间隔一公尺 可是这样也还没有到一公尺吧 有吗 应该没有到一手 就是一只手背 是一只手背 我觉得他最难的不是保持一公尺 我觉得是坐后面 那个车速快一点 可能会摔出去 真的 而且他一个紧急刹车人 就摔出去了 我觉得他车祸的风险 可能比武汉肺炎来得高 这个是他的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 泰国在落实这件事情 比我们想象中更彻底 然后你看到在泰国 在香港都在做这件事 那我们刚刚不是也提到吗 大企业也帮忙在宣导这件事 因为我们知道在纽约 纽约其实现在 因为他是重灾区嘛 那所以纽约如果你不保持安全距离 他要求要隔183公分6英尺 你不保持这个距离的话呢 他基本上会罚你钱 所以他罚折合台币其实也不少 然后所以你看到很多大企业呢 这时候都配合再告诉你说 要保持安全距离 那有哪一些公司 我让你看一下 你看第一个Volkswagen 你看到有什么差别了吗 拉开了 他上面跟下面标准 拉开来了 这样也行 这样也可以 然后在这个社群网站上面 有人看到宾市突然变小了 为什么宾市变小了呢 因为他们要告诉大家说 因为要保持距离 所以呢 他们把中间变这个拉小 所以可以看到这中间距离也变小了 那ODI也很神奇啊 你一定要说ODI什么时候 他的圈圈是拉开来 他要把圈圈分开了 然后另外你看 可口可口也是分开 那麦当劳也是分开来 然后肯德基 他也告诉你是分开的 然后下面再写一个小小的 上面写叫 social distance 社交距离 然后你如果看这个 你觉得已经很夸张 我再给你看更夸张 还有更夸张 还有更夸张 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在配合在做 像我们知道 意大利的运动品品牌 很有名叫Kappa 那Kappa以前最有名的是什么呢 两个人背靠背坐在一起 对 Kappa现在变成这样 你有看到吗 背靠背的两个人 现在背跟背之间距离要一公尺 所以他把他拉开来 怎么有种很哀伤的感觉啊 淡淡的哀伤 不要这样 人家在发挥 人家在发挥创意 想办法告诉你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奥远五环也要拆开吗 奥远 已经拆开了 那奥远五环已经拆开了 然后呢他们现在在 KUSO的创意到极限的时候呢 你知道最神奇的是Puma 很多人买过Puma 就上面有一只 像豹一样在Puma上面 来 这只豹现在跳开了 为了保持安全距离 所以你看到Puma 上面那一个可爱的 猫科动物 它自动跳开了 它告诉你 它也要保持安全距离 然后除了Puma之外呢 这种类型叫安全距离的创意 然后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呢 是告诉你在特别的时间你就不要做不该做的事 比如说呢 不要到处乱趴趴走 所以呢 发挥创意的是谁呢 有一个设计师帮Nike去发挥了创意 为什么 因为Nike之前有个非常有名的slogan 叫做just do it 所以呢 他就把它改过来 just don't do it 他帮Nike改了创意之后呢 就变just don't do it 不要在错的时候做不该做的事情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再让你看看 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品牌 他把美人鱼照上口罩了 真的耶 星巴克 这个总算得出来了吧 很有趣耶 星巴克的美人鱼照上了口罩 告诉你说这个时间大家都要戴口罩 那除了星巴克之外呢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也告诉你 叫NBA 为什么呢 你很难想象NBA他做了什么改变 来 NBA打篮球的那个男人 他从站的变成躺着 因为他告诉你 在这个疫情的时间点 当个躺着的阿宅 都比你站着爬爬罩来得好 比较不会感染到病毒 所以你看 躺的是那个狗变得确诊的嘛 是不是 他确诊还可以那个边看病 边养病然后边玩电脑 所以你看 他上面这个篮球变成笔电人 你有看到吗 这个就是我们讲 就是你会发现这些国际大器 大概在上面都在发挥创意 那他的意思是说 就即便政府没有介入 但是在疫情敏感的时候呢 都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安全距离 所以回过来讲 我们现在在讲说 你看到就是说 这个政府不管用这个 处罚的力量介入也好 强迫你要做也好 还是你看到这些企业 用鼓励的方式也好 他其实都是告诉你 这个时间疫情真的很敏感 像我们刚刚看到泰国 为什么发挥这么多创意 你知道这里面最大差别在哪里吗 最大差别在于泰国之前 每天的新增确诊人数 都是个位数 但是到了前一阵子突然变成两位数 到了今天变成是104个 变成三位数 所以当泰国人发现 他从一位数 两位数 三位数的时候呢 泰国人紧张了 所以泰国人配合的很甘愿 就是你刚刚看到的 他即便连化缘 他都要拉得很长去做化缘 他要办事 他也要拉得很长去 把资料递出去 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百姓配合的意愿就很高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其实也是 四面佛不能拆开 还是要黏在一起 他可能就变成四面要戴口罩 四面佛看谁可以去把它拆开 你都没有看到你最近的创意 人家不是说最近有个创意说 这个玉皇上帝在开会 众神来朝 然后呢 独独不见千首观音 那他就一问 为什么千首观音 这么多天没有看到呢 因为他还在洗手 这就跟四面佛是一样 人家要戴口罩好不好 一千只锁洗很久 否则应该是不用戴到一千只锁那么久 四面佛是因为我们一个礼拜 你礼物数真的很棒 但是我们在讲说 台湾现在其实也是一样 我觉得他应该是民间先有自觉先开始 所以你看为什么苏贞昌院长说 第一阶段是柔性劝党 因为其实民间自己在互相告知的力量 会比较快 所以当进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 应该是民间共事形成了 你到时候要来谈 不管要定法则或是定什么 其实但空间就会比较大 不过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 其实坦白讲 那个状况应该也是比较严重 当然不希望说进到那一步 因为进到那一步的话 你所有的娱乐场所那些 通通都要关闭了 不过当然刚刚来宾有建议说 其实你先关两个礼拜 就是为了这个长远之际 为了走更远的路 那等一下也来问一下这个庭妃 就是关于现在我们提出的这些措施 那另外呢 台湾防疫现在真的是世界的这个模范 欧美媒体就说 台湾真的是凭一己之力 成为了这个防疫的典范 所以我们还有余力 可以去帮助别人吗 甚至他们来跟我们 求教这个防疫的经验 然后但是呢 这个日本媒体呢 当时有爆料 也不过之前的事情 才几天前的事情 说中国为了回避国际的批评 本来打算接受台湾成为WHO的 这个观察员 消息出来之后呢 这个中国抓狂了 就中国驻书大使馆 赶快就出来骂这个媒体 网顾事实 凭空杜撰这个虚假报导 而且还说呢 中国最在乎台湾人的身体健康了 你相信吗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 这段时间的世界各国 看到台湾的努力 好 我们刚听到 当全世界呢 都在为台湾赞瞎的同时 像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罗志强 我们昨天也在讲 就是他竟然还认为说 应该要武汉肺炎 我们要把它改成新冠肺炎 还骂这个陈时中 你们在讲武汉肺炎的时候 你有考虑到中国十几亿人 他们的心 他们那种被歧视的心情吗 那我们也要问啊 当全球这个像欧美这些国家 在讲Sex Taiwan 谢谢台湾的时候 你把它上去串感成Sex China的时候 你有想到我们台湾人的感受吗 对啊 所以我一直觉得罗志强 他会在这个时间点去讲这些话 我觉得我不知道说 他到底自己是哪一个国家的国名 我觉得或许他比较像中国的国名 因为这个时间点说真的全球都对中国 开始在踏伐的时候 你怎么会去顾虑到说 如果台湾继续用武汉肺炎 用武汉这两个字 会让中国会感觉到歧视 那请问当他们隐瞒疫情 然后欺骗所有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甚至配合WHO的秘书长 隐瞒所有的真相的时候 请问他有顾虑到全球今天会陷入 这样的一个恐慌 造成这样的一个经济衰退 他有想到吗 那是不是全球的人要向中国踏伐 那请问罗志强你有站出来 替所有全球每一个人 跟中国在做一个这个要求 他要做一个说明的一个态度吗 完全没有啊 反而你今天是站在中国的立场 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遗憾 国民党还说这里面有抗中的意识 没错 有啊怎么样 而且他还是台北市议员 罗志强还是台北市议员 还领我们台湾纳税人的钱 然后还是国民党要站瞎他 所以基本上全国都很清楚 甚至全球都很了解 而且在现阶段 陈时中扮演这个角色扮演得非常好 甚至是把所有台湾在防疫的过程当中 SOP 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隐匿 甚至也没有任何常思 把所有能够做的能够说的 全部跟全球去分享 你像我们跟WHO43个国家 我们也一起去开过会议 甚至把他们这个疑问 对于肺炎的这个相关抑制的这个过程 有任何疑问 我们都一一解答 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奉献 甚至现阶段 我们因为我们能量 大家都觉得说到底 现在台湾的口罩够不够 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办法去输出 甚至把我们的1000万片的口罩 可以给全世界其他国家 包括欧盟700万片 然后美国200万片 友邦100万片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国家口罩对吗 口罩国家对吗 当时候在2月5号正式成军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 蔡英文总统当时候就说 我们一定要短时间把口罩生产线 全部都背起 而且如果我们真的有心有余力 我们会去协助需要帮助的人 当时候我们当禁止口罩出口的时候 国民党怎么骂我们的 还有一些挺中国的艺人 怎么骂我们的 我们都很清楚很了解 可是我们挡住了 我们挡住之后 我们也跟大家说 我们一定会成立口罩国家对 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说 台湾有这个能量 所以开始要求 一定要开始设生产线 当时候国民党 我们要自己拿机器 自己组机器 国民党怎么说 国民党说 那还够花钱了 那根本不可能完成 怎么可能短时间 然后你去拿这些机器 然后靠着我们自己把它组装完成 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 是不是最后钱又把它丢在这个水里面 然后完全都没有用 结果我们24天 60台机器完全交建 甚至能够马上进入到生产线 所以当时候我们就说 我们的目标就是 一天可以1300万片 台湾人真的太厉害了 真的 而且当时候小英总统也说 只要我们能够达到一天1300万片 我们有能量 我们就要来援助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我们一直感受到的是 包括布拉格市长他也说嘛 他说台湾送的是礼物 可是中国送的是什么 是物资 为什么他会讲到 这样的不同的区别 台湾送的是他们所需要 而且真正能够帮助他们的礼物 可是中国送的是 是极尽算计的物资 我相信从捷克 他买了快塞剂 然后只有两成的成功率 八成是不能用的 然后捷克在当下吓死了 马上跟我们中研院求救兵 讨救兵说该怎么办 因为你看欧洲现在在爆发 如果快塞剂塞的不准的话 真的啊中国 这是不是他的阴谋啊 那你们全世界大爆发 那才能展现说中国哇你好棒棒 所以他整个完全快塞剂 完全不能用 他才向我们中研院 在请求帮忙 然后没有想到我们 没有任何常识 我们整个无私跟他讨论 跟他交换意见 所以我们才在昨天签了所谓 台湾跟捷克的防疫联合声明 从我们未来的快塞剂 疫苗还有药品的研发 共同合作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小部分 然后布拉格市长也说 真的很感谢 感谢台湾 为什么因为台湾在当时 他曾经在台湾实习过 所以他很清楚台湾的医疗 所以在第一时间他发生 发现说他们布拉格整个的疫情 一直往上攀升 甚至最严重是达到一天 有十几人的一个感染率 他发现这个有问题 所以他赶快求救我们 台湾的指挥中心 结果当下我们指挥中心 给他做了评断之后 认为说不好意思 你现阶段可以做得低一点 赶快戴口罩 可是欧洲说真的 戴口罩很困难 所以他就说好戴口罩 马上要求没有戴口罩 就是处罚 就是处罚罚款 结果从一天的十几人的 一个感染率 一个礼拜而已 一直降降降降 降到第七天的时候 只剩两个人 所以我相信 我们从这个过程 我们不需要中国 我们需要的是 全世界各国 对台湾的肯定 当我们把一千万片的 所有的口罩 送给了全世界之后 我相信 我们看到的是 台湾的光跟亮 能够在所有 武汉肺炎的防治当中 有所成就 不过裴粉姐 其实在这次防疫的过程里面 我们真的跟中国 做了一个很强大的对比 比方说我们的防疫经验输出 然后中国是隐匿疫情 跟更改数字 然后来骗人 然后呢 这个 刚刚这个布拉格市长 这个 平菲有提到 他也讲说 台湾是真朋友 可是中国是死要钱 他讲得超白的 所以你怎么看 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 到目前为止 其实 这个张忠谋也讲说 台湾防疫是做得还不错 但是他已经开始忧心到 未来整个 这个疫情过后的生活的 这种剧烈的改变 包括了政府 现在该怎么做 比方说 对于这个餐饮业 甚至娱乐事业 其实大家也都要注意 这些真的看起来都要全垮 从不到丛林开始吗 我觉得不止台湾 我想全世界都面临 同样的问题 美国也是 等到疫情过后 他整个社会的形态 要重新重置 而且他说中产阶级以上 影响最大 对 所以我觉得张忠谋 看得很清楚 他说 其实就是一场战争 战争完了以后 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那事实上 餐饮业是最严重 你知道吗 像新加坡那个时候 打个叉叉你不能做 但是你不要忘掉 现在是因为有疫情 所以可以这样 如果疫情过后 你不可能让人家说 要距离那么远 吃饭 然后只能够在家说 买外卖 你知道吗 大家邀朋友聚个餐 家里面有什么事情 大家家里面庆祝 你知道到餐厅吃个饭 是很正常 很温馨的事情 如果以后 这些都没有的时候 想象那个社会的冷漠 是蛮恐怖的 好 刚刚讲布拉格市长 刚刚那个陈委员讲 那是没错 你知道吗 台湾做这件事情 是真的帮忙救命 你去帮人家救命的时候 人家是会感激的 所以我觉得他讲那个 还不只是说 就是说 送的东西是友情 或者什么 你去帮忙救命 尤其是像布拉格这种 因为本来跟台湾交情 就不错 那个市长 那个市长在台湾待过 好像也在我们这边念过书 实习过 对 所以他在 他对台湾印象非常好 所以台湾 他会帮忙 会感谢台湾 跟台湾这个签约 我觉得很正常 其实台湾用这一次 那当然就是说 这些男人有些人就说 台湾利用这个在做外交 当然是 因为你一定要用各种 尽各种力量去打开 你的外交的这个门户 你不可能被人家 避塞到那边 一无四处 然后没有办法可以做 所以这件事情 对台湾来说 是一个打开外交关系的 一个好的方式 一条道路 但是就是说 以目前的能耐 就是说 刚刚程委员充满自信 我是很佩服 但是你说 刚刚他数了一堆国家 像刚刚有一些国会议员 在那边还把台湾拼出来 打赞不赞成 全部哦 轰上这样 但是不要忘掉 那个国家只有一票 虽然他有那么多议员 他只有一票 所以当那个谭德赛很坏 他就说 你要不要成为会员国 要这个大家 要这个会员国来投票 你知道吗 全世界大概有195 近200个可以投票的国家 如果你只有50个投票 那其实是蛮辛苦的 而且你知道 共产党这些年来 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在下功夫 要把非洲国家 去第三世界的国家 就是第三世界的头儿 连美国都搞不过他 第三世界 所以他在想说 国民党的那些议员就说 武汉会员 会让人家感觉受伤 你知道就建议改名字 那我今天就觉得很好笑 有人说你改成中共肺炎 我说不可以 就是中国肺炎 或者武汉肺炎 因为中共这个政权 它可以持续多久 没有人知道 清朝够强盛吧 清朝够强盛吧 300年600年就结束了 那你中共政权 能够持续多久 没有人知道 也许100年 所以说百年以后 人家再说2020年 发生了什么事 你当然是知道武汉肺炎 因为武汉还在那 中国肺炎还在那 中国还在那 那中共政权还在不知道 100年以后没有人知道 倒不是说看不看衰他们 就是我觉得改中共是不通的 因为没有一个政权 可以代表一个事情 或者一些历史 所以它只是阶段性 所以我觉得这些男人的人 酸也不用难过 因为武汉肺炎 它是个地名嘛 然后你叫中国肺炎 它还是个地名 你说新冠肺炎在哪里发生 武汉嘛 或者中国嘛 还是一样啊 所以我觉得去争那个 根本没有意思 但是就是说 你明明今天是台湾 中华民国的民意代表 你不要试试去考虑到对岸 跟你什么关系 我觉得它越这样子做 所以它那个民调 一直往下掉的原因 就是这样 几个月前几个礼拜前 12% 现在已经很高了吧 12% 然后你说 你只跟那个民众党是差不多的 那民众党今年才刚刚成立嘛 你怎么去跟那个民众党 去什么兄弟党这样子 我觉得所以你可以发言 也可以建议政府做一些事 但是一定要记得 你一定要站在国家的立场 还有社会大众的立场 去看这件事 去评断这件事 而不是一厢情愿用你的意志形态 你知道我觉得国民党的问题就是 一碰到这种事情 意志形态就 那个毛虫就出来了 你知道马上就竄出来 从选举到现在没有改变 所以我觉得那个才是国民党真的问题 比如说大家在笑说 他们国民党今天要讨论改革 然后把那个苏琪请回来当顾问 你知道苏琪 大家都知道他的立场 对不对 他有说过 那个中共随时会动武 台湾会怎样 然后九二共识之类的 我觉得那个是不是还合时宜 我觉得这是国民党要考虑的 选了一个年轻的党主席 你一定要面对未来 我觉得记得那个时候 李登辉刚接总统的时候 他才65岁 你知道他曾经发下宏愿 要做一个伟大的总统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 年纪轻轻的当选国民党主席 你一定要发一个宏愿 我要带领国民党走向一个什么的路 而不是今天这个还是让你的民意代表 在那边是吆喝来吆喝去 我觉得那个是很笨的 不过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这个国际间这样的一个疫情 因为刚才讲到这个中国 中国现在还在武汉肺炎这个名词上打转 可是你看看别的国家 没关系你就不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的这个部分 这个其实这一次这个疫情 也不只让人性也让官场现行 美国的部分 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一时间 他说其实把这个武汉肺炎当流感就行了 美国也不会去求助外国 我们会击败病毒的 然后呢这个 我现在一定要对照这个人 就是纽约州长古墨 古墨呢 这段时间真的是焦头烂额 然后因为纽约的疫情非常严重 古墨天天都出来讲 甚至呢他还告诉他的这个纽约州民 说我没有再玩政治那一套 我现在只要合作 我也知道我跟川普的立场不一样 但我请求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来帮助我们 所以目前为止在他号召之下呢 已经有将近八万名的 退休医护等专业人士来报名 所以呢有做事了 其实一般民众都看得到 他的支持率呢 现在飙升了大概有27% 将近三成 为什么要先讲古墨 我们再回来看啊 古墨在讲这句话的同时 川普在做什么呢 川普在推特上发文 我的疫情简报啊 你看看平均都有850万人看 我礼拜一上节目 还创下了1220万人的收视啊 我的收视率比当红的真人秀还高 他在乎的是他的这个收视率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很瞎 就是巴西总统博尔索纳洛 他怎么讲呢 他说啊 这个他是面对他的支持者 他告诉他支持者 你们现实一点吧 你们就勇敢面对病毒啊 反正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的啊 所以呢他几乎这个 根本就不设什么社交距离啦 然后所有的事情都不做 他甚至说不用戴口罩也没关系 好另外呢就是泰王 泰王也让大家真的跌破眼镜啊 在这个泰国疫情呢 开始大爆发的时候 他带着20位的这个嫔妃呢 到德国去包下了豪华酒店 就他们一群人就躲在里面 到底是避疫还在享乐啊 然后呢在北韩 北韩现在其实表面上零确诊 但照理说呢 其实应该很严重啊 因为还传出来呢 有染疫的患者一家五口 这个一传出来也没有确诊之后呢 马上呢北韩军队就上门 用长钉啊把这个门给封起来 结果一家五口呢 没有这个做任何的医疗 就惨死在家里头 好这个是这个比较离谱的国家 但是我们来看啊 对照的还是有人性的光明面 韩国的大邱市长 大邱呢新天地的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呢 这个瞬间爆发所以呢 非常的严重啊 结果呢就是大邱市长 哎跟我们部长有的拼啊 一天睡两个小时 而且他持续多久 他持续了35天 连上35天的班 然后不久前我们就看到了 他在那个楼梯间去昏倒了 然后再来就是 好刚刚讲到这个古墨 其实呢古墨的这个 为什么他支持率飙升27% 其实是身为一个政治 你像这个陈时中一样 出来每天每天的面对 透明的告诉你 现在的疫情是有帮助的 因为像纽约 现在真的人心 这一张照片 其实是一名护理人员 去拍下来爆料给记者 他为什么要拍下来爆料给记者 他说因为他要告诉所有的人 我们现在简直是在送死啊 所以现在全美 有四分之三的民众 是在家里头避疫的 好几周呢也都发布了 这个居家避疫令 好但是刚刚讲到 病毒下的官场现行记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美国这个川普跟古墨的对比 我们刚才看到 其实有很多这个国家 在这一次 其实坦白说像欧美这种先进国家 也让我们大家真的是幻灭 有点跌破眼镜 然后问一下这个学伟 我们从这个古墨 跟川普的对比 再来看看国内 你看像这一次的疫情 在野党没有一个党占到便宜 不是你看川普跟古墨 就知道了嘛 他最近这个防疫的工作 我们去年也经历过总统大选 一整年下来到今年1月11号 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样啊 你不觉得 有点像跟川普跟古墨一样嘛 对不对 有的人也是整天只讲 那个什么话嘛 对不对 讲了一大堆 都没有做 其实说实在话 川普之前他是因为 我不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 可是你说他没有做事嘛 他还是有做事 因为他是商人出身啊 他知道要砸钱嘛 美国砸得快六兆美金耶 开玩笑 六兆美金是天文数字耶 他也知道为什么砸钱有效 因为我跟你讲 今天不给钱的话 在美国是很多人 马上就要死掉了 你知道我一直在强调说 美国人 你不要以为美国人 看到最后 年月底的时候 再拿账单去付钱嘛 拿那个薪水进来 就是复光了嘛 所以美国人说实在 川普他为什么砸这些钱下去 当然砸下去 就是他的民调就会起来 因为这些人从小到大 没有看过那么多现金嘛 你看现金支票给他耶 所以你说川普有没有做事 当然有做事 可是接下来呢 因为川普说真的 他现在被吓到 因为纽约州长他是感同 古墨是感同身受嘛 因为纽约州他是最严重的嘛 可是你有没有知道 你有没有发现 他之前跟白思豪 两个也在搭水垢啊 白思豪那时候不是讲说 纽约市很严重 我要封市啊封城啊 古墨那时候跟他讲什么 说你没有那个权利 是只有我能下令 所以他那个时候 也是讲干话一阻啊 对不对 也都一样 对啊他今天是看到状况 那个川普现在也是看到 那个状况 你看川普说他从小 在纽约区长大 他没有看过这么多死人嘛 那些画面出来了嘛 这个冷冻车 你以为在载住了 不是那些都大体 一句一句的在里面耶 所以就跟你讲说 今天 美国会看到这种东西的话 他们才吓到啊 你知道那个川普 4月1号的时候 他说 在对全国人民讲话的时候 他说今天不是愚人节笑话 他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遇到武汉飞员 这件事情的话是 美国建国以来 灾难的总和你知道吗 他用灾难的总和 而且他告诉你说 未来两周之内 美国要产生一个非常炸的巨变 大家的生活会变得非常辛苦啊 因为白宫已经告诉你了 死亡人数会24万嘛 接下来还不一定会 搞不好往上升 如果最糟最糟的情况 他是要死200多万人耶 对 美国专家已经警告了 对啊 所以就跟你讲 美国都已经发出这种警报了 所以当然美国他很紧张啊 可是我跟你讲 美国之前为什么会这样 真的是很多西方人 我告诉你 你知道洛杉矶市长 他4月2号才公开宣布说 现在洛杉矶的市民出来 一定要戴口罩 你知道4月2号才知道要戴口罩 对不对 而且他 4月2号才知道 对啊 他4月2号才告诉你说 你洛杉矶市 而且你知道 他4月2号讲的时候 还是领先美国各州 他是第一个讲的 那表示其他还有49州的 那个州长还在睡觉啊 对不对 所以你说今天 因为在外国他认为说 我保持一个社交距离 对 开始强调告诉你社交距离 你知道美国现在 前几天发生什么事情 洛杉矶有一个女生 要开生日趴 找了二十几 找了四十几个朋友 来家里开趴嘛 还有 还有一个人 他生了一个小孩 满月 满周岁 周岁他也要开趴庆祝 也是找了一堆亲友来 你知道 美国洛杉矶警方 他是派了二十几个 全副武装的警察 要把他们全部驱离 你知道吗 二十几个警察 还对付这四十几个人 对啊 全部把你赶走 而且他全副武装啊 不听话 拿那个子弹那塑胶枪 把你打 打到你离开为止啊 你知道那个迈阿密前几天 迈阿密发现一个空前警报 为什么迈阿密沙滩出现一个 确诊者在那边趴趴走 被他们的电子监控仪器查到 你已经确诊了 你还给我在沙滩里面玩 你知道那个时候也是 出动迈阿密警方一堆人啊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些跟他同行 可能是朋友还怎么样 还跟警方叫嚣耶 那警方是当场就痛歐你知道吗 打了之后 我就看到说以前这种画面 就在白人警察打黑人 或者是那种警察震报 在打那种枪击要犯的时候 才会出现的画面 那天竟然就在沙滩就这样 打那些老百姓这样 所以就跟你讲说 现在美国紧不紧张 当然紧张啊 那可是美国紧张的时候 其实我跟你讲 美国为什么那么紧张 它其实有几些案例 在最近发生 包括德州奥斯丁分校 两个礼拜前有七十几个学生 竟然他们要放假嘛 美国的春假是三月嘛 对 他们七十几个学生 竟然包机去墨西哥度假 还包机去墨西哥度假 度假回来之后 现在确定 两个礼拜之后确定 44个人确诊 哇很多耶 而且我们刚才不是 我们还有讲到说 美国不是有个唱诗班吗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什凯奇三谷圣歌合唱团嘛 他们那个团本来有100多个人 250多250人的一个团体 就唱诗班 每天要教会唱诗 你知道他们 3月10号的时候 60个人来练唱 练唱之后 他还告诉你说 不能拥抱不能握手 而且每个人都要 喷干洗手酒精 可是你看 他们一点防疫概念都没有 那一天来练唱的有60个人 60个人每个人嘴巴张大大的 在那边唱歌 你说会不会中奖 对不对 你不是只有消毒手耶 对不对 他站在张口唱歌 你看 那现在确定多少 45个人确诊 两个人死亡 好夸张 所以就跟你讲说 美国现在当人紧张啊 你说美国好了 其实在全世界 除了美国这样 其实最紧张的 应该还是有一个国家 叫做英国 你知道 英国之前都说 什么佛系防疫 他告诉你说 全部的人染疫 搞不好会产生抗体 对不对 抗体我阿伯都不怕 对不对 后来抗体没有产生 可是死了一堆 他们4月1号那一天 终于突破 单天死亡563个人 一天就死500多个人 一天啊 对啊 就从4月1号开始 你知道 你会不会回溯到 11天12天前 3月18号19号的时候 你知道英国一天的话 死多少人 那时候死32 33个人 才过了十几天而已 他现在一天可以死500多个人 对 你说英国现在会坚定了吗 怕死 所以就跟你讲说 现在全世界有一个趋势 就是说 当你一个国家 已经面临这么多的死亡之后 你难道不会紧张吗 像菲律宾杜特帝总统 这个狂人这个就有价值 他多好大 他那天他今天就宣布啊 因为你知道 菲律宾的医护人员 已经死了12个人 他都觉得说 再这样死下去的话 那医护人员这样 菲律宾本来医护人员就不多啊 你这样就已经死12个人 对啊 那你如果再继续的话怎么办 杜特帝就火大啊 他对于那种防疫期间 趴趴走的话 他就告诉你说 我绝对毫不留情 开枪射杀你 哇 居家趴趴走要枪毙哦 对啊 他说他绝对把你送进坟墓 为什么 他的理由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说你现在违抗这些 医护人员的话 你违抗医护人员就是 我这个玲瓏人 因为医护人员已经人不多了 那现在医护人员 要把你抓回去的话 防疫前线的话 要把你抓回去 你竟然还能够这样 我们居家检疫趴趴走的同胞们 听清楚了 对 被人枪毙的 因为杜特地已经不是第一次 他之前在抓贩族的 也是直接枪毙 还在给你受审 没有这回事 所以跟你讲说 现在全世界各国都在紧张 你看 我们就讲回来好了 德国 我们也讲过德国 他也往瓦达吉隆公的 他跑去带了二十几个嫔妃去度假 爽歪歪 可是那个国家就是很奇怪 他就告诉你说 我就不能够批评皇室 批评皇室要关15年 古时候的人 不爽到现在为止 他也不敢出来公开讲 那我们也 刚才讲到菲律宾 那个杜特地 北韩也很厉害 北韩这种方式 他如果染疫 就全家把你关在里面 用门钉把你钉死 这个很像一百多年前 我们东北的那个什么 东北那个时候的 鼠疫横行的时候 他只要发现说 你这一家人得鼠疫 也是把你钉死在这边 看你敢不敢出来 30天之后 全部都死了 放一把火全部烧掉就好了 所以就跟你讲说 这种国家就是这样 用这种方法 好像我们再讲回来 那个大邱市长 那个大邱市长真的很伟大 你知道吗 他35天来 因为大邱那个时候的疫情 是全韩国的 太恐怖一下子 所以他那时候 就一直想尽办法 包括普塞啊 对不对 大家每个人都把你抓来筛检 筛检做筛检之后 你确诊的人的话 跟没有确诊的人 你就可以安全的把它隔开 所以大邱的疫情 是慢慢的缓和下来 可是你知道他 步骤代价是什么 那大邱市长 他连续35天 他就在他的市长办公室里面 睡行军床 睡了35天 随时因应任何状况 所以他后来那天去开 在市议会开会的时候 突然间就昏倒 对 可是你知道他昏倒的时候 他在医院躺了四个小时 接下来继续回去睡行军床 哇真的假的 对他现在还是在 还在努力啊 可是韩国说真的 大邱市长很努力了 可是韩国要接下来 第二次爆发大规模传染 哦 现在他们已经往京基 道跟汉城 首尔那个地方开始扩散了 所以他后来那天去开 在市议会开会的时候 突然间就昏倒 对 可是你知道他昏倒的时候 他在医院躺了四个小时 接下来继续回去睡行军床 哇真的假的 对他现在还是在 还在努力啊 可是韩国说真的 大邱市长很努力了 可是韩国要接下来 第二次爆发大规模传染 哦 现在他们已经往京基 道跟汉城 首尔那个地方开始扩散了 因为那个地方 说实在话 我之前不是讲过嘛 大邱那时候 大家都很紧张的时候 大家排酒精 排口罩对不对 首尔的年轻人 还在买烧酒耶 整天都在夜店外面 他们觉得说不可能嘛 那个大邱离我们 还蛮远的嘛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轮到首尔了 接下来韩国会不会再爆发 另一波的大规模传染 这就要看韩国人的造化了 首尔附近最近又爆发了 这个千人这个确诊 不过问一下这个青黄 其实这两天有个消息 就是那个卫福部啊 因为他们放了一张照片嘛 就是有这个人员 就穿着全身的这个防护衣 然后在那边洗车嘛 然后后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这个就有 这个医护人员就跟联合报去爆料 然后就说他们看了 其实很难过 就说因为他们在医疗院 他们拿到的那个防护衣 他说等级是不一样的 后来去问了庄仁祥 后来庄仁祥 也说我们这个其实都有发下去啊 希望医院不要囤货 医院到现在还有可能囤货吗 在国内耶 这什么状况啊 其实医院应该是不会囤货啦 只是说在这个时间点 他这样子做会比较敏感啊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这一波的防护衣 我们这样讲 政府这一波为了要做超前部署 你知道防护衣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得来不易 所谓得来不易是说 因为你知道我们是过年期间 政府要部署 过年期间很多人没有生产嘛 那尤其是什么呢 防护衣这件事 我们台湾是有做不支部的部分 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做后面 把他加工成衣服的部分 所以这一块你知道 这个过完年后政府是怎么做的吗 我们等于是不支部的厂商 在原料做出来了之后 坐着华航的飞机到越南去 在越南那边台湾的纺织厂商 把他做出来 然后再带回到台湾来 然后顺便政府在同一时间 在调度其他的纺织厂商 反正这个等于说疫情期间 大家的这个等于说 去化库存也不会太好 那不如你这时候 就来帮政府生产防护衣 所以那个时候才协调出所谓的 防护衣国家队 隔离衣国家队 不管是这个巨洋 如虹这些厂商呢 可以来帮台湾政府呢 把前面的原料 再做成这个防护衣的衣服 所以你看这一波是什么时候交 这一波其实是三月底的时候 我们有百万份的防护衣库存交货 所以你去看蔡总统在四月一号宣布说 要支援这个支援国际的这个时间点 刚好是我们这个百万防护衣交件 然后我们的机台也都确定了之后 他才做这个宣布 所以我们政府征用到去跟那个澳洲 交换那个酒精原料的价格 三顿其实我们政府征收成本 大概是七十五万 可是我们换到了相当于四百二十二万瓶的 酒精的这个酒精原料的量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一波的这个国际援助多重要 因为他差异不是在说你那个是多少钱 而且因为我们要够稳定 所以国内才能够正常的生活吗 不像国外那样子 所以他差别是在于就是说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政府先照顾到第一端 而且我们的民众其实要看一下 就除了这个物资之外 你光是看隔离检疫的费用 其实我们跟其他国家也差很多 你看这个是我们台湾的隔离检疫费用 你看台湾的整个费用 包括负押隔离病房 整查药室服务费药品膳食费 这样算下来 其实一天的金额大概是五千九到六千八 可是因为我们的民众致富了十趴 所以对你来说这个经济压抑真的就不会很大 但是你去看看在美国 这个金额就完全会让你吓一跳 因为他一天的这个他的这个金额算下 你看是多少钱 折合美金折合台币大概是十九到二十八万 那你如果再看到中国的话 检疫的价格他虽然比较低 十四天也是要花大概就是一万四到两万八左右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民众相对在负担上面 其实都是比大家来得轻的 但是在这个时间我也觉得很好玩 为什么好玩呢 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台湾跟其他国家的民众 在囤物资的时候不一样 不是每个国家都想要抢卫生纸好吗 就我们台湾 为什么大家这么爱抢卫生纸 我们台湾每逢在抢货的时候呢 就是囤物资的时候一定要先抢卫生纸 这个是很奇怪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各国在抢防疫物资的时候不一样 怎么样的不一样呢 你看在荷兰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他大麻是合法化的 所以他有一些据点 是有很多人喜欢去聚集的地方 他们反而没有这么急着优先抢卫生纸 但是我们台湾比较爱 那美国是除了卫生纸之外 在这一波很重要的是弹药很重要 所以枪弹的部分对美国来说 也是他们重要的防疫物资 但是你看到希腊 他们抢竟然是洋奶酪 洋奶酪对他来说比卫生纸重要 然后在芬蘭是抢红酒 在法国是抢法国面包 所以你看到这各国在抢物资的时候 大家囤的物资都不一样 你说法国面包也就算了 抢红酒能当饭吃吗 搞不好对他来说很重要 那美国是除了卫生纸之外 在这一波很重要的是弹药很重要 所以枪弹的部分 对美国来说 也是他们重要的防疫物资 但是你看到希腊 他们抢竟然是洋奶酪 洋奶酪对他来说比卫生纸重要 然后在芬蘭是抢红酒 在法国是抢法国面包 所以你看到这各国在抢物资的时候 大家囤的物资都不一样 你说法国面包也就算了 抢红酒能当饭吃吗 搞不好对他来说很重要 而且我发现就是有些国家 对他来说 卫生纸还真的不是很重要 因为对他们来说上厕所 用水冲比用卫生纸好 还有英国抢老母鸡 英国是在吃补的吗 是怎么回事 他们应该不是顿基他的需求 然后在防疫物资 大家在一路这样列下来之后 你知道后来 这个有一个国家老百姓 现在对自己的政府有点愤怒 这国家叫日本 日本 因为我们都知道 日本这一波防疫的动作很慢 他就是一下考虑观光收入 一下考虑奥运的关系 所以动作特别慢 那结果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们不是在说 日本召开会议 决定下一次开会的时间的时候 人家就想说 哇 你开了这么久的会 就只是为了决定下一次开会 在什么时间吗 所以那时候日本人已经快爆炸了 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日本的内阁开完了会 讨论出来的对策之后 他们想出了一个震怒日本人的对策 叫做什么呢 叫做美户发给两个布口罩 布口罩 我们在台湾是每个人每个礼拜 可以拿三个口罩 到现在两个礼拜 十四天可以拿九个口罩 但日本人现在还不知道要多久 但是呢 就发给你们每户两个口罩 但是你就会问一件事 我家三个人怎么办 我家五口怎么办 所以日本人呢 就发挥自己苦手的能力 因为日本的酸民的酸度 不会比台湾来的低 所以你看日本怎么做 这个应该很多都看过这部 宫崎君的动画 所以你看可怜的千许没有口罩 只有他的爸爸有布口罩 然后呢下面你看 这是三个人共用一个布口罩 这个是四个人共用一个布口罩 然后你看这个图 这个是爸爸妈妈在家小朋友呢 撕一家撕口共用两个口罩 这个酷手啦 这样一定传染的啊 上面这个就是一家五口相对无言 两个口罩请问要怎么分 爸爸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日本 酸民在上面讲的 就说遇到疫情的时候呢 美国决定相当于日币给十三万 香港也决定要给十四万 韩国决定要给八万六 到最后呢 日本决定给布口罩两枚 日本人自己这个苦手完了之后 日本人一片愤怒啊 想说这个国家怎么可以这样子 这个你都已经确定奥运要延期了 你想出来的对策 竟然是这个时间 发两个布口罩给我们 而且我告诉你日本更生气 日本跟欧洲和其他国家不一样 日本本来是有做口罩能力的 日本一个月的口罩产能 本来是一亿片 那为什么 我们台湾本来的口罩产能 不要讲说一天一百八十八万 在去年的时候一个月 大概就做一千多万片而已 但是你会发现日本在这一波里面 他口罩产能本来比我们高的 结果当台湾口罩产能 在一天可以到一千三百万片的时候 日本口罩一个月一亿片 相当于一天才多少片而已 那对日本人来说 第一 你干嘛不增残 第二 你干嘛不限制出口 日本到现在没有认真的去管 所以日本想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只有配两个布口罩给我 开管的你都没有去管 那在这样子你叫日本人 怎么去做防疫 所以日本这个时间 他就看得很生气 可是呢在这个时间点的日本 你也看得到 他们的确诊数在增加 所以今天在东京跟日本一些地方 也宣布他们的学校要继续停课 那为什么要继续停课 当然是因为疫情有可能再往下扩大 不过还是问一下这个新美 是 布口罩到底有没有用啊 布口罩 其实我们最早在用的 所谓的这种医疗级的口罩 它的原理主要是外面还有一层防护的一个防水层 哪里都还有一些静电层啊 所以你可想而知 布口罩它就是一个 可以去防灰尘是可以的啦 但是你说它细节 它到底是不是有涵盖到这些所谓的医疗的东西 我们是不可得知 因为我不是日本人 我没有看过他们 布口罩本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对包括我们在医院系统 如果假设说我们不是完全第一线 是没有被分配到所谓N95口罩 有时候我们为了要保护 我们也会做可能两三层的口罩的防护 所以我觉得一层口罩这个策略上 我给一个比较大一点点的问号 对我是觉得可能在防疫上没有太大的助力 不过这个新闻 因为这个病毒实在太诡异了 然后之前还有一个说法 就好像人的这个免疫力太强好像也不行 免疫力太强好像反而会 它杀红眼了之后杀到自己的细胞 反而会这个它死的速度会更快啊 我先讲一下 因为其实这次病毒到目前为止 大家对它恐慌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很多 我把它的一个传染的族群分成三个族群 第一个族群是我们其实现在大家都有概念的 就是所谓的年长者或者是所谓的慢性病者 我们发现年长者加慢性病者 这些人他们罹患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然后变成所谓的重症甚至死亡的比率比较高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 台湾目前的这个死亡案例里头 有一位是因为这个慢性疾病的病患 另一位是有肥胖症 肥胖症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慢性疾病 所以我们确实我们的这两个死亡的案例都是属于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危险风险去 但目前其实你会从各国 因为现在的这个疫情太多了 你会从各国听到各式各样的这个新闻 会让大家恐慌 第一种新闻是年轻人本来没有任何症状 我已经听过两三个这样的个案是 他从前几天可能两天内他只是感冒 第三天真的受不了了去医院 马上插管人就过世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这个年轻族群 似乎会有一个快速病情进展的过程 第三种族群是前一段时间在芝加哥跟在比利时 他们都有被爆出一个比较不幸的案例是小朋友 有一个一岁以下跟14岁的女孩子 应该他们就是两个人都是因为得到 性型冠状病毒的过世 所以第一个族群大家都知道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年轻人 年轻人的族群在我们过去 尤其在欧美国家他们的既定认知 会认为我年轻人我的症状可能就像感冒 我不会有任何的重症 那跟讲声抱歉 这个性型冠状病毒跟过去的SARS 他们其实当时台湾因为经历过 所以我们知道它可怕在 当这个病毒它到了我们的肺部之后 我们身体为了要去对抗病毒 我们会去分泌很多的我们说的发炎物质 这发炎物质在我们英文叫Cylochai 就是细胞激素 这细胞激素它本身是真的在攻击病毒 但一旦它的量过大的时候 反过来它就会造成那个器官的受损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中间有一个圆圈的这个像水滴形的 它其实在指的是很大很大 我们看到肺泡 一颗很小的肺泡把它放到超级大 那当我们的病毒在进到这个肺泡里头的时候 我们身体自己就会有所谓的免疫反应 就是刚刚提到的免疫力好的人 但它的免疫反应会想说 我看到了病毒 所以我反应出了很多大量的所谓的这种 身体的一个反应的发炎激素 它回头去攻击我们的病毒 但问题来了是当它攻击病毒的时候 它会进到我们的肺泡里头 而造成肺泡里头过高的发炎现象 所以这个状态会造成它的身体的肺部 会一瞬间很多的地区陆续的垮胎 就会产生我们说的一个很严重叫ARDS 叫急性呼吸肿破症 那其实这种Cytoclin storm 就是我们在讲的细胞激素的风暴 它不只只有在肺部 如果你有这样的状态 有些人他除了肺部以外 他会有一些休克症状 他会有很多器官的衰竭 所以到了那一步 其实这个病程就会落得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才会说 这个时候并不是你免疫力超级高 会比较好 原因就是因为当你免疫力超级高 可能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身体过多发炎反应 跟这个保护身体的机制 反而会压垮你身体的最后一个稻草 那我们讲到小朋友 因为确实在过去 就是大家也会提说 好像小朋友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族群 所以大家就会把这个专注度 都只放在我们说的年长者 那因为前一段时间 其实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新闻 有看到说小朋友 有相关的死亡案例 我们还是先提醒一下 在最早以前的时候 因为这是中国 一开始大型爆发在中国 他们就统计了2000多位小孩子 在18岁下的小孩 他们得到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去看他们的愈后 确实啦 90%的这些小朋友 他们的症状是轻微的 所以确实他的一个 发生的严重度是不高的 但要特别注意一件事 他们发现一个现象 小朋友的年纪越小 他的重症度越高 也就是说 比如说他们去统计 在1岁下的小朋友 大概重症度在10% 在大概1岁到5岁是7% 6岁到15岁是4% 从16岁到18岁变成3% 换言之就是假设你家里 是有一个婴幼儿的时候 你可能要去注意一下 如果他是属于我们说的婴儿 或者他的年纪层是 比较小的时候 你对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还是不能轻忽 原因他仍然是所谓的 得到后可能会产生 重症机会的可能性 好 不过问一下这个佩芬姐 我们刚才讲到 现在这个全球的这个疫情 这么严重 魅锅 好 虽然这个川普在第一时间 说你把他当流感就好了 但是坦白讲 你看他后续做的动作 包括了医疗船的进驻 然后这个军队也来了 所以其实你怎么看 美国这次的应变 可是川普也讲 未来的这个两个礼拜 才是这个非常痛苦的日子 才要来了 就两个礼拜吗 那也有这个专家 在提醒说 美国搞不好到最后 他可能死亡人数 可能多达200万人 你怎么看 美国人现在是不是真的 有开始害怕 其实美国我们在讲 川普虽然爱吹牛 但是美国的实力 没有人可以否认 对 就是而且他总统的权力很大 当他发动这个战争法 然后这个战争的那个 特别法的时候 他可以动用的军队 国家的财力 然后各种那个国民兵 他通通可以运用上 当他发动这个战争法 然后这个战争的那个 特别法的时候 他可以动用的军队 国家的财力 然后各种那个国民兵 他通通可以运用上 包括你看立刻把那个医疗船 就调过来 然后派那个工兵去修野战医院等等 所以事实上他这样做的话 其实坦白说 他现在讲的那个数字有点高 但是以他的医疗水准 如果说他真的可以在 几个月之内 几百万套的那个防护衣 或者呼吸器 能够做出来的话 我觉得那个数字 应该不会那么悲观 虽然说他现在发到五十周 然后三亿人的身上 可能看不到什么 但是美国现在大概 有两亿四千万的人 是关在家里面的 四分之三吧 对 十分之三 吓人 对 但是他现在就是 把他的防疫工作 当他竞选连任在做 因为他现在不能去竞选 他也不能去办他的那个竞选会 所以本来是副总统要负责 他现在自己每天在那边讲 所以他的支持度还是很高 对啊 其实只要做得好 民众看得到吧 对 还是会 他事实上也在做 对 而且美国有足够的实力 比如说动用这些汽车公司 去做这个服务器之类的 那像在库默他是等不及 所以他去跟中国买 那这两个人 其实是个死对头 库默的爸爸 曾经在1984年到1993年 做过大概9年的市长 叫州长 所以他们家是州长的世袭 所以他现在做 而且声望很高 大家曾经说民主党 应该下一次的候选人就是他 那川普就很讨厌他 因为说你们这个意大利人 就是没出息 可是有人说 他其实很像台湾的韩国瑜 应该不至于 他们说他现在的表现 很像陈时中 现在 所以他那个 只要做 那个形象都会转 看你做不做而已 对 然后他原来就是说 川普看不起他 就是川普虽然自己很草包 他还看不起他 他觉得你们这个 又那个 一大人本来就是个蠢蛋 这样子 所以这一次 他估计每一天在那边记者 会实际上表现就是跟陈时中一样 而且如果他真的能够召集到 8万名的这个医护人员去 当然他的民调会深 所以当川普看他的话 本来以为他是对手 所以他弟弟能够当主播 就是人家以为他会当总统候选人 所以才会这样 而且他父亲就做过9年 现在轮到他 那川普现在的对手 现在显然不是他 可是川普是用这个 防疫的这个东西来 做他的竞选活动 所以他注重的是多少人收看 他的收视率有多少 他不是说我能够救了多少人命 他讲的话不是那个 所以他们两个的目标不一样 那这个纽约州真的是 伤亡真的很惨重 可是你说会死到几百万人 这个我不太相信 以他现在动员的能力 但是那个航空母舰是有点危险 比那个钻石公主号严重 因为钻石公主号还有窗 还有什么 航空母舰没有啊 全部在地下 然后四千人全部窝在下面 工作人 已经下船了 工作人员什么 通通在里面 所以川普总统的权力 运作起来的时候 是很可观 现在就是说他弄了很多钱 每个人把我把你们的口袋 塞满了美金 但是到哪里去花 就是当这个 你知道三百多万人失业 这个很严重 所以他的问题是 他的包袱也很大 所以等到疫情过后 大家会检讨 你到底死了多少人 你到底做了多少 我觉得到那个时候 才会平心静气的 来平衡他们 到底做了什么 不过问一下这个小萍 你看看北韩 北韩如果有确诊的 就长丁丰门 然后不管你 尼迦五口在那边缠死 你不要出来传染就好了 可是对照韩国 之前用长丁丰门的中国 现在说绝对不会有 第二波疫情大爆发 放心好了 然后就算他们现在 无确诊的感染者 之前就放出来爬爬燥了 在观察中的 就一千五百多人了 所以你相信吗 三个地方 一个北韩一个中国大陆 一个姑母 就是我们纽约州 州长简单讲 就是北韩就是极权国家嘛 就就地政法嘛 就这就是人权的拉扯 像再回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那个时候武汉 封城小区 把门板定着 不这样做 根本就无法收拾 就我们从民主的国家来看 这是非人道 就共产国家极权 它行使起来 这个如鱼得水 就是他们很平常就这样做 可这样做的结果 是不是好的 可是违反人权 就违反少数人权 就有大多数人 这是很残忍的一个事实 那现在呢 中国大陆碰到几个困难 就是因为再封下去 会有三变 一个叫做政变 一个叫民变 一个叫军变 大大影响它的统治基础 所以他复工不复产 也不是完全不复产 可能三成四成的生产量 我举例说 全世界都这样 我一个朋友做的 不断练系统做很大 在台湾 然后他现在都不出门 然后这个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他的客户都是高单价 他做的 他是很有名的上市公司 然后呢 他欧洲卖给欧洲 可是断练了 很多的零件材料 到生活大陆各地 都交不了货 现在几乎全世界暂停见 那怎么办 全世界都这样的情况 所以非常的痛苦 然后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回到这个古墨 古墨其实他是来头 有极大来头 说他爸爸很厉害 要做掌握 你知道他是 他是柯林顿培养的政治明星 然后呢 美国为什么川普堪比他 因为美国有两种 自认为优秀白人 你知道那种 你知道那个在东北角那边 那个雅各鲁萨克逊 那种德国 白人是优秀的 对 白台分两种 这个北欧白人是优秀的 英国 英国 这个法国北部 跟这个德国的 白人 雅各鲁萨克逊的血统 那你这个 讲拉丁文的 意大利的白人 很差 低等白人 所以先天就瞧不起人 你知道 川普是高级白人 然后呢 这个多厉害 1999年的时候 就是柯林顿当总统 在众议院的会议厅 发表国情咨问的时候 那不全部大头在那边 如果变恐攻的话 金人总统是他 他叫姓存指定者 1999年就看指定他 就当然这个 如果被轰炸的话 假设当然 结果没有被轰炸 后来过了两年 又当了他的这个 这个住宅部长